大家好 今天7月14日 星期三 市场高台有点反复 由上周五的低位26861点 升到周二的高位28052点 头尾三个交易点 升了1191点 出现238点反复 很正常 不过要留意的是 个别领航股高台开始有点反复 例如阿里巴巴 由189元 转转反弹到206、207 其实幅度不小 所以暂时来说 再高追就要慎防又再反复的风险 1211比亚迪又如何 势头很漂亮 但问题是由138升到上240元 其实累积升幅已经102元 加上喜马拉雅投资基金 在高台上有点减持 令到股价有点反复 我想暂时等等 或者去到200到211元 在阻挤区间 大家才想想 应不应该作新入来的部署 体育用品股 很多都是很漂亮 特报这样 去年业绩漂亮得不得了 增长超过60% 但股价由4个多已经走到上 13、14、15、16 升在先 所以再高追就要考虑 今年的业绩就算好 增长的幅度在这么高基数 未必会保持量力 同样不妨先等等 要买的都不要大手去高追 现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